听民间故事,看世间百态,品百味人生,感谢您能来听我讲故事,闲言少叙,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屯东有两位书生,奇异庄重,家中田产丰饶,自然可以无忧无虑智力学业,其二康平,少时父母双亡,唯一的亲人老祖父是个药草先生,以行医赚钱攻其读书。 三年前,祖父踏上黄泉路,他便卖了大半家产,安葬了老人家,围一下两间房子极深,继续去钱庄司署馆上学,康平与庄中两家比邻而聚,又是相浮相写,集长同窗共睹,学业并驾齐驱,深得师长嘉许,同时又有共同的心愿,都要奔个好前程,因此二人自然以兄弟相称。 某日学馆放假,两位学友做完先生留下的席体,庄中忽然提议道,都说马千户的千金美若天仙,你我全做留腿散心,去他家前后转转,躺能一包眼福,也算幸事。 如何?康平一时未知可否,但他毕竟也是正当青春的后生哥,自然渴望一堵方容,一经庄中怂恿,便随他出门了。 马千户家,高墙,深宅,占据村屯正中,二人于宅前转悠两趟,但见珠门紧闭,毫无福可保,庄中又指指后山道,平胸看,那花正红,家木敬秀,风顶有亭台,你我攀上去,居高临下。 或许,于是,二人离开正门,向后山分距,拐过墙脚,穿过树丛,忽然听到一阵阴歌厌舞,来了,来吧,小姐,门外很清静,没有外人,看,满山遍野的花都开了,多美,哦,美,真美,正是草树之春不久归,百般红紫都芳飞,搭眼看去,马家后花园门起开一扇,丫鬟为前岛, 小姐紫燕随后姗姗不出门来,庄中和康平顿时脚底生根,齐刷刷地竖成两段呆幕,紫燕一见两位陌路书生那着人的眼神,便现出慌乱的神色,粉塞染上两片红云,忙以彩袖眼言,呼唤丫鬟归返,丫鬟老大不悦,狠狠弯了他们一眼,重重地关上园门,家人的方宗便隐去了,草木不在之春, 红子失去本来的颜色,两段呆幕又呆立良久才互相提醒,我们也走吧,于一中不乏惋惜和失望,归途上,谁都不说话,各自反复重温这难得的一面, 而后又搜长瓜肚,果色天香,沉浴落雁,羞花碧月,世间所有美好的字眼都夹到紫燕身上,也还是亏欠了他,从此,康平不能自主了,他避开庄重,害怕学有效地痴心,没有志气,穷苦潦荡, 天天硬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学习闲暇厉,总要到马家房前屋后逗留,渴望在赌坊中,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但总未如愿以偿, 不过,当他登上后山极顶时,却发现紫燕小姐尝鞋丫鬟到后花园的凉亭中气传,时不时传来吟诗的美妙流韵,他心头一喜,飞跑回家,草城话亭有笔水中舟一手小石,并同一块小石头,用手帕包好,又返回马家后花园墙外,用力向里抛去,看着手帕落到话亭前,才献出会心的微笑, 康平正要转身离去时,后背却挨了一拍,喂,平兄,这是干什么,嗨他的人事庄重,哦,闲着散散心,他不禁脸面烧着,抛的是什么,打,打鸟,可是你呢,也来散散心,或许也能打着鸟,原来,庄重多少天来也在散心,他自信家中阴父,勉强可以与马家门当户队,只要他有机会再见到紫燕, 就要当面表白心计,缔结百年之好,然而,他也没能如愿,金饭,受到康平打鸟的启示,也回家写了一封非你不取的长信,抛到马家后花园的梁亭前,然而,他们的命运进阶不佳,那两方裹着情丝的手帕,为马府的管家似的,都交给了马千户,老爷, 无怪这些日来那两个书生总在房后转影,原来竟是干这种勾当,马千户看了,抱跳起来,不止天高地厚,一个家里穷得锅底朝天,一个生着一双金鱼眼,想得到美,去,几个家丁琴巡视着,见他们来,打断他们的狗腿, 康平和庄中去马家附近散心,果然遭到横驱赶,相思的情线被斩断,一堵芳荣难觅奇迹,他们创然弱势,却又毫无办法,只有望空形态,于睡梦中驰骋刻骨的思念了,正在惋惜之际,又一可怕的讯息传来,彻底绝了他们的欲念,一乡亲们到处传说,紫燕名花有主了,原来福州通判大人,不知打哪儿, 听到紫燕的美名,要娶为三房小妾,马千户儿子在周牙那只撕笔贴士,文书兼满汉翻译,归了一说,马千户当即拍板定案, 家,求之不得呢,福州通判本是赃官,万民切齿,且以年戒之命,竟还花心不死,紫燕闻之死穴,立即嚎啕大姑,寻死密火, 发誓宁肯嫁给康庄两个书生中的一个,也不嫁给那个老色鬼,奈何,马千户主义已定, 致女儿百般哀求而不顾,只派女眷看护着,眼见迎娶的佳妻将近, 马府内忽然传出哭丧声,人们又到处传说,紫燕小姐偷偷扶下皮装, 欲养相消了,马家小姐紫燕确实欲养相消了,按当地习俗, 定了亲的闺女,死了应当由婆家接去安葬,可是通判大任拒不理睬, 马千户好不恼恨,却又发作不得,更不敢让已经出嫁的闺女在家长时停尸, 匆匆于自家祖坟择去了一块下脚地,当天傍晚便顾请了一个巫婆和一伙穷汉, 将紫燕的尸体入殓,棺材抬到坟地,打算偷偷下葬了事, 她害怕人们讥笑她攀高之不成,反让美妙绝伦的宝贝闺女遭到遗弃, 棺材人旷后,巫婆忽然提示道,应该出嫁的闺女而没出嫁, 死后葬到自家祖坟地里,必须找个入土丈夫,她才能安心到阴间成家, 不然,要回来作祟的,马千户心头一颤, 脸孔煞白依她害怕女儿回家作罪,可是找谁做女婿呢? 庄中夹资殷实,无疑不会贪图几个小钱而沾染满身晦气, 同管家,巫婆一商量,最后决定雇佣康平, 他吩咐管家道,快去,拿二十两岁银来, 而后转过身,亲自奔康平家而去, 在说康平闻之子燕猝死的噩耗后,痛苦万壮泪水洗面, 哭干了泪水,他挺起身,找到庄中, 子燕要下葬了,你我是不是再去看看他? 庄中的话说得竟很轻巧,平兄竟然如此多情, 他死了,岂不干净利索? 免除许多心思,还看他何干? 中帝,求你了,陪我去一次吗? 你去看得了吗? 看,沿路都有马家家钉把手,不准任何人进前, 他绝望了,默默回家,刚要进门, 马千户风风火火赶来,竟陪着笑脸说道, 康家贤侄,小女子燕在时, 你们二人还算有情有义,只怪老夫亦是糊涂, 没能成全你们,现在,老夫带子燕向你请求, 做他的入土丈夫吧,你去了,他才能入土为安, 无怨无悔,酬金是二十两碎银, 足够你三年读书的开销,康平睁圆了双眼, 愣愣地瞅着马千户,仿佛面对着生出犄角的毛驴, 马千户又重复了一遍原话, 补充道,只要你按着巫师的指点走走过场即可, 与杨界活人丝毫无损,随后自管家手中拿过碎银, 递给康平,康平却未接取,碎银散落满地, 犹如素白的话,他听鸣起义, 忽然跪倒身扣三头,谢月丈大人, 爬起身,追风赶月,一般朝坟地狂奔而去, 跑到坟地,按巫师要求一穿上红袍, 手扶棺材吊枯王妻赛胜, 即可填土成秋了, 哪曾想,康平假戏真做了, 只见他扑到棺材上泪水横飞, 哭得惊天动地,无休无止, 人们拉也拉不开,劝也劝不住, 直哭的马牵户和管家也跟着抽气起来, 许久,康平忽然一抹眼泪, 硬要起开棺木看紫燕一眼, 棺材起开,紫燕仰面躺在其中, 身边陪葬着许多一闪光的珠宝, 面色粉中透红, 就像他初次见到的那样秀眉可爱, 他又忽然朝众人一躬身, 急切地说, 既然我是紫燕的丈夫, 听我一言, 先不要埋的, 千万不要埋, 我回去一趟, 马上回来, 兴许能救活的, 说吧, 又像来世一样, 狂奔而去, 人们惊诧一时, 不觉面面相聚, 不知他在说疯话, 还是真有什么起死回生的绝招, 马千户发话道, 那就等一会儿吧, 瞬息间, 康平又飞奔回来了, 手里拿着一只杯子, 杯子里盛着浑浊的溶液, 他托起紫燕的脑袋, 扒开他的嘴巴, 给他灌了下去, 马千户盲问, 杯子里盛的是什么, 康平回答, 父亲留下的甘草解毒碗, 我把他化成水了, 稍后一会儿看看, 兴许, 马千户有些沮丧, 不屑一顾地说, 人已死了一天多, 你那是什么神药, 还能让他火转过来, 巫婆抢过话头, 火转过来就不是人了, 要变成鬼的, 谦大人, 不单是谁了, 马千户挥手道, 填土, 快填土, 稿起敲落, 土飞沈阳, 煞时间, 棺材没入地下了, 康平绝望了, 默默立在金旁, 泪水又驻山山而下了, 马千户看着女儿的坟陪上最后一敲土, 便带着人回去了, 只有康平仍坚持留在原地, 一个人与紫燕做最后的告别, 入夜了, 一片沉寂, 突然一声狗叫, 立刻引得全屯的狗都叫起来, 汪汪汪地响成一片, 像狂风掠过树林, 急咒而又狂躁, 人们从沉睡中被吵醒, 感到这狗叫声非同寻常, 莫非有什么祸事发生? 一个个提心吊胆听着室外的一响一动, 马千户的院门被扣响, 两条大狗扑到门楼内狂吠, 门钉斗胆凑过去, 一听到门外的话声, 立刻向被人踢出了筋骨似的几乎瘫倒, 半天才转过身, 半颗颗跑过二级院亭, 来到马千户的窗外, 敲了几下窗铃, 插了声鼎报道, 老爷,老爷,小姐回来了, 您去看看吧, 马千户许久才把裤筒套到腿上, 来到大门楼内, 门钉挥挥手, 你你退下, 我来同他说话, 他定定心神, 对着大门外说道, 是紫燕吗? 听爹的话, 回回去, 回去吧, 爹保证, 门外回到, 女儿没死, 爹开门, 女儿要回家, 马千户腿一软, 双膝着地了, 爹给你跪下了, 求求你, 别来家吵扰了, 爹保证, 保证按时给你上坟, 打爱, 还让康平也去, 既然给你成了金, 你就到那边好好过日子吧, 爹, 开门, 女儿口渴得很, 回家喝水, 隔着门扇, 两边都在哀求, 但谁都不肯妥协, 门外, 又累起门飞, 咚咚咚, 门里, 马千户的声音越发抖得厉害, 难道, 你非逼为傅狠地下心来, 再, 再超度, 不可吗, 泪门声渐渐弱下去, 消失了, 可是不久, 庄家又响起了泪门声, 家丁也绊绊磕磕跑到上房, 唤醒了庄中, 少爷, 马, 马千户的小姐子言, 说他又活转过来, 口口声声喊您去, 您, 您, 庄中心中有些忐忑, 但他还是来到大门口, 隔着门飞问道, 紫燕小姐, 你是人还是鬼, 门外回答, 我是人, 是人, 我又饥又渴, 相公请开门, 你你是人也要当鬼驱逐的, 小姐请回去吧, 待你烧妻之日, 小生必定前往集点, 相公, 请发发慈悲, 我一不也, 也走不动了, 紫燕小姐, 你忘记了, 令尊大人给你找了个人吐丈夫康平, 你投奔他才对呢, 门外没有声响呢, 庄中暗自庆幸, 灾难终于离去, 可是他又忽然想到, 紫燕曾喝下一剂甘草解毒药, 那就是说来者并非因是冤魂, 而可能是实实在在的绝代佳人们, 他追悔莫及, 连连敲打着自己的脑门, 倘若当真如此, 岂不错是良机, 枉爱他一茬, 拉他进门, 面对面续谈几句, 也是人生的乐事啊, 他是个有主见的人, 也不乏胆虐, 随悄悄推开门, 探头一看门外空空旷旷, 便又蛇行蜀伏追出一声, 再躬身细看, 前面果然出现个幽黑的剪影, 看上去如风百扬柳, 摇摇晃晃, 老人和书上都说鬼魂不留身影, 可是浓重的夜色里, 哪能看得出他留不留身影, 他仍然不敢贸然上前去搀扶他, 继续跟踪, 前面就是康平的家了, 低矮的院墙, 破旧的板门, 紫燕一赶到那里, 就以着板门半蹲半跪地瘫倒下去, 有气无力地拍着门喊道, 康, 康相过, 我是紫燕, 请, 请开门, 我, 我快要死了, 好在板门上栓有铃铛, 发出了叮铃铃的响声, 院内的房门只要一响, 康平出来了, 紫燕小姐们, 我说过嘛, 你会活转过来的, 快进屋, 进屋, 板门戈然洞开, 紫燕东地扑倒在地上了, 康平急忙搀扶着他, 而他却浑身贪软, 站立不起, 他索性将他抱进了屋子, 将他放在床上, 先泡了一碗糖茶水, 给他灌下, 又去熬制了绿豆粥, 冷凉了些, 喂他吃了, 他惨白的脸泛出两抹桃红, 但仍然十分虚弱, 他急不可耐, 问道, 小姐, 蒋家, 你, 我, 我迷迷糊糊, 好像睡了一场大觉, 原来紫燕小姐醒来后, 发觉自己躺在棺材里, 死亡的恐怖, 使他生出强烈的求生欲望, 于是, 他开始泪打棺木, 嘶声呼喊, 可是在这荒野的夜晚里, 又隔着一层厚厚的泥土, 谁能听到呢? 不久, 他就精疲力竭, 心灰意冷了, 闭上眼睛, 等待死神临近, 突然, 头上传来敲稿的撞击声, 随着一片昏暗的天光泄人, 响起一个人念经般的求告声, 紫燕小姐, 原谅小人吧, 小人实在穷得支不起造门了, 你陪葬的那些宝贝暂接小人一用, 待小人再见到小姐, 一定加倍偿还, 盗墓者入关, 一脚踏到紫燕身上, 紫燕啊呀一声, 立刻弹起身, 那人本能地跃出棺材, 扑通跪下, 磕头如鸡灼迷, 紫燕小姐, 大大, 大人不见小人怪, 饶命, 饶命呀, 爬起身, 惊枪的兔子一般跑了, 然而他跑出不远, 便一头栽倒在地, 再也没爬起来, 讲完这一传奇经历, 紫燕的眼皮就垂下来了, 我很困乏, 也许睡一觉就会好的, 可是, 你, 你, 睡吧, 睡吧, 我去对面屋里, 不, 我就坐在这里看着你睡, 可是天亮了, 怕要出危险呢, 他们要, 要, 没事, 睡吧, 睡醒了再想办法, 屋里燃着蜡烛, 院门没能来得及关闭, 房门也敞着, 庄中有机会凑近前来, 将烛光中的一切都瞧在眼里, 而且清楚地看到紫燕留在地上的身影, 看到康平出来关门, 他慌忙溜开, 东方泛出鱼堵白, 臀子里一片静谧, 门上的铃铛钉铛响起, 清脆而又极咒, 康平拉开门门, 见识庄中, 将身知变成个大字, 守住门户, 中底有事, 当然有事, 难道平兄不让我进屋里说话, 屋里又脏又乱, 怕你见笑, 哈哈, 平兄脸红了, 不会说谎和不开诚不恭, 庄中以调侃开头, 转入正题立刻严肃起来, 事情万分火急, 危急身家性命, 你我乃莫你之交, 情同手足, 所以小弟才冒险前来相助, 平兄不必遮遮掩掩掩了, 紫燕小姐投奔你这里了吧, 康平不再隐瞒, 点头承认道, 紫燕小姐是在这里, 可是你如何知道, 说罢让开门户, 庄中进的门来, 见紫燕还在酣睡, 便落座于园椅上, 说道, 平兄, 喊醒紫燕小姐, 赶紧商议对策吧, 她睡得很沉, 我几次要喊得总不忍心, 康平出手, 要推紫燕却又只在半空, 醒醒, 醒醒, 紫燕小姐, 紫燕小姐又来醒来, 轻松的睡眼渐渐明亮, 显出甜甜的一笑, 庄中又看待了, 梁九意识到自己的事态, 又忙调整思路, 小声道, 小姐此来, 不读小弟之等, 囤里人也都知道了, 但却认为是冤魂出来作祟, 那个盗坟的死鬼, 被看作冤魂残害生灵的实证, 所以人们都聚集马迁户门口, 吵吵嚷嚷要马迁户做出决断, 马迁户也害怕家门不得安宁, 正准备再请巫师, 按着惯例, 紫燕不禁骇然色变, 康平也怦然心跳, 眼前幻化出一幕, 可怕的愚昧闹剧, 按照惯例, 巫师将率领人众前来搜捕, 四个后生抬着中轨画像围前挡, 一群满汉持刀横毛巨重, 一辆在有进游的柴草车子点后, 锣鼓鞭炮, 鼓噪而来, 一声发喊投入战斗, 一旦带到冤魂, 便绑腹基地, 绕坟三杂, 再压到十字路口, 卸下柴草, 点燃, 毫不客气地将冤魂 投入烈火, 送归西天, 以确保家门和地方安泰, 中帝认为该如何应变, 康平问道, 庄中金鱼演一转, 又向紫燕头去一瞥, 三十六计, 走为上策, 倘若让他们捉的, 连平兄也难免持余之灾, 棍打边抽架上喷朱纱, 称之为曲血, 你我所见略同, 走为上策, 于是, 三人草草收拾一番, 匆匆出门而去, 东方的一线天光渐渐透出是红, 启利多姿刚刚引入后山, 屯中便传来鞭炮锣鼓声, 庄中回头指点道, 看, 他们出动了, 假如晚走一步, 结果就惨了, 紫燕一个寒厉, 面色惨白, 康平由衷地说, 感谢中帝指点, 庄中却大度地一挥手, 兄弟不言谢, 走吧, 前去不远, 就是卧虎言了, 翻过两座山包, 跨过一条溪水, 裹件卧虎状的高峻山石, 言下, 耸之遮掩处, 显出一个幽深的言洞, 进的洞府, 燃起蜡烛看, 里边还算宽着, 康平搬来些石块, 落成石凳石床, 脱下一件上衣给子燕, 你歇着, 又向外衣指说, 要在这里过夜, 洞口必须封眼, 野兽得防啊, 甘苦通常, 一起干, 庄中应声上前, 与康平一起将洞口封眼, 中间还设下一扇 可以开闭的小门, 回到洞府, 庄中喘息着说, 一切都好了, 紫燕小姐可以安心过夜了, 紫燕粉塞修红了, 什么男女有别, 瘦瘦不亲, 现在无需顾及了, 不过, 小姐放心, 小弟与平兄都是本分之人, 心中容不得点滴污秽, 如其不然, 小姐昨晚合意彻夜安睡, 平兄笑法观公夜独护嫂呢, 康平道, 人在急难之中应当得到帮助, 紫燕简任一礼道, 谢过二位兄长, 此后, 两个铜窗学有弹骨论金, 说天道地, 紫燕也时不时插上几句, 洞府里充满欢乐, 腹中鸡肠碌碌了, 康平拿出干粮, 咸菜, 庄中看了觉得倒胃口, 起身道, 小弟下山探听一下动静再回来, 反正没人怀疑我, 康平认为大有必要, 所以将他送出洞府, 庄中辞去, 直至夕阳西下时返, 一进洞府, 他便神色幽气地说, 风声很紧, 连续三次搜捕, 人心惶惶啊, 康平无奈道, 只好在这里多避几天了, 紫燕欠就到, 牵来了二位兄长, 奴家心中实在不安, 二位兄长盲寻有趣的话题, 逗他开心, 洞府里又荡起欢快的谈笑声, 夕阳落下山脊, 天又黑了, 庄中立起身, 揉着屁股叫道, 哎呀, 这石板太凉, 边人几乎, 没有被褥, 紫燕小姐夜间岂不要糟了, 另外, 水和食物, 还有蜡烛也需补充, 锅碗也少不得, 我来本一想的, 对柳姓和他表哥各打二十大板, 现在安全了, 人们害怕闹鬼, 家家门闭户, 可以回去取了, 这回我去拿, 康立刻起身, 见紫燕惶惶, 又说, 小姐放心, 有中帝守护, 很快就回来, 庄中送走康平, 立刻回来, 一面端向着紫燕, 一面悠闲地夺着步子, 得意地说道, 紫燕小姐, 你看这万中洞, 烛光朦胧, 春意融融, 岂非易于人世的别番天地, 两心相向, 只有你我, 长夜一刻之千金呢, 紫燕慌乱了, 中兄, 你, 你说什么, 我不懂, 他既于眼里放出异样的光彩, 嗷到脸上显出可怕的魅笑, 古人说, 墨使金尊空对月, 我庄某说, 物教春残亡吐司, 可是你说过, 你是正人君子, 可是谁教你生的这般迷人呢? 松赞港部为文成公主清道, 唐玄宗为杨玉还折药, 董卓吕不韦貂蝉丧生, 观骨金, 哪个须眉不暧昧? 小姐, 亮你不会负我一片痴情吧? 紫燕怒视着他, 终于看清他的嘴脸, 明白了, 你提一进山, 支走康平, 原来是药, 不错, 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来来, 小姐, 莫要旷飞了, 这春夜凉霄她逼近过来, 紫燕本是一个弱女子, 经过生死轮转而不被世人所容, 在幼剑庄中趁火打劫, 煞时变得坚强起来, 她羞眉高挑喝道, 休想, 打死我你也休想, 庄中一正, 玄机对出笑脸, 也对, 男女监视, 两情相悦, 才会其乐无穷, 紫燕不想多听, 目光头向洞外, 庄中冷冷一笑, 你还想等康平回来, 她猛然回过头, 你, 你以为她不下陷阱, 她有能力使你幸福吗? 而我回家已经腾出一间仓房, 你我亲热一番, 然后打道回府, 进屋藏娇, 三个月后秋围, 我装某金榜题, 高官得坐, 骏马骑, 接你离开这是非之地, 同享荣华富贵, 可是小姐不思头套暴力, 反倒横眉冷对, 非我给你跪下吗? 说吧真的跪下了, 紫燕鄙夷夷地弯她一眼, 被转过身, 许久, 庄中双膝麻木了, 问道, 小姐, 还要我跪下去吗? 不见回声, 便立起身, 活动一番腿脚, 基于眼里忽然爆出两点凶光, 厂人的付出定要, 收取回报, 绝不容许他人付我, 你如此绝情, 可就怪不得我了, 随即恶狼一般扑过去, 紫燕还没回过头, 便被搂定了腰身, 而庄中忽然一声惊叫, 仓皇后退, 只见紫燕手里攥着一块尖利的石头, 她寄于眼几乎蹦跳出眼眶, 好你个人面桃花, 舍些心肠, 说着一步步凑近, 要夺石头, 紫燕失声惊呼, 目光直直地盯着洞口, 庄中回头一看, 也不禁毛骨悚然, 连连后退, 洞口里撞进个厉鬼, 轻面獠牙, 劈头散发, 头大如斗, 出手一指, 庄重, 好个伪君子, 你才是蛇蟹心肠, 禽兽不如, 哦, 康平, 庄中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心弦松弛了不少, 但又不免惊议, 大祸不解, 你, 你怎么, 你要问我怎么顺利返回的吗? 可以奉告, 正是他的功劳, 康平取下假面具, 显出得意的神色, 我成功地利用了人们的怕鬼心理, 还在昨夜就描出这副鬼脸, 以备应急之用, 刚才, 我趁夜色摸进家门口, 四周很清静, 可是我刚刚进屋, 便听到一阵呐喊, 屋子被团团包围, 我忙带上鬼脸, 怪笑一声, 破门而出, 吓得他们, 包括巫师和马迁护八步的, 在借两条腿, 瞬息间便跑得无影无踪, 但是我当时百思不解, 他们似乎未不先知, 正在张王等待, 现在我知道了, 原来是你这伪君子设下的圈套, 庄中沉默良久, 静天然说道, 无论平兄如何猜想, 你我毕竟是木林同窗, 恋情与共, 子燕小姐大难不死, 你也既有造化, 那么我就退而求其次吧, 自我见到子燕小姐后, 就实不甘位, 寝不成眠, 平兄大度, 成全小弟一次吧, 在这山间洞府里, 然后平兄自可带小姐远走高飞, 躲在这里中飞长久之际, 他掏出一只金元宝, 颠了颠, 小弟慷慨奉献, 足够你们享用大拜圣, 一年三百六十日, 亲亲爱爱, 不耕不知, 天高皇帝远, 携手云中行, 神仙也自残腐如啊, 住口, 畜生, 康平双眼冲血, 通上前来, 吼声犹如炸雷哄响, 庄中慌忙退避, 连声告饶, 爸, 爸, 小弟冒犯, 小弟告退了, 退到洞口, 留开了, 康平趋近紫燕, 让你受惊了, 紫燕却指向洞口, 真是畜生, 便宜了他, 康平回头看, 见洞口外隐隐升起一片光亮, 急步冲出去, 顺手摸起一根顶门的杠子, 光亮来自洞口上方卧虎背, 那里燃起一堆柴火, 庄中正在弓身拨弄, 康平大怒, 一杠扫去, 庄中慌忙躲闪, 畜生, 又在耍阴谋, 你想一火为号, 将人们引上山来, 妄想, 又一杠扫去, 打得柴火纷飞, 庄中连连后退, 一不留神, 他便像原木一般滚下斜坡, 早已在康平身后的紫燕出手一指, 可恶, 不能饶过他, 康平挪下坡, 试过庄中的鼻息说, 他一时半刻醒不来, 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黑暗中, 康平见紫燕的身影依然鲜朽夺姿, 翘眼一声辉, 不禁其然道, 看来我们必须背井离乡了, 只是苦了你, 不, 有你在, 苦也会变甜, 紫燕柔情似水, 一头扑到他的怀里, 仿佛一夜青舟几经风浪, 终于驶进港湾, 眼里一出幸福的泪水, 他紧紧搂着他, 苦辣酸甜浸在不言中, 突然山下又喧嚣起来, 灯笼火把宛如鬼火点点, 丧失礼智的人们呢, 喊着包围过来, 康平从沉醉中醒来, 忙扯起紫燕的手, 走吧, 我们现在就得离开, 宁肯浪迹天涯, 也不能落到他们手中, 他搀扶着他, 借助夜色和山林的遮掩, 从容地离开了这生养他们, 又不容他们落脚的故土, 黎明时分, 他们踏上一条平坦的大道, 眼望苍茫的远方, 心里描绘着未来的新生活, 充满了美好的向往, 康平忽然沉痛地说, 我们走脱了, 庄中呢? 人们找到他, 见他身上挂伤带血, 必然认为是冤魂所害, 沾染了晦气, 他就得接受棍打边抽, 吞咽曲鞋的苦头了, 紫燕却不以为然, 那是自作自受, 我的郎君,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听民间故事, 看世间百态, 品百味人生, 感谢您能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明朝年间, 济南府邹平县的姑娘清禾, 正怀着激动的心情, 在精心的梳妆打扮着, 也为他即将要嫁给和他青梅竹马, 感情深厚的如意郎君处名,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个圈套, 清禾的父亲张松在县衙当差, 家资破风, 清禾不仅精通刺绣, 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而且他出落得亭亭玉立, 肤白貌美, 是远近闻名的大美女, 因此来登门求亲的人络绎不绝, 就连支县大人也为他的侄子保媒, 为此清禾的父亲张松和母亲周氏懊悔不已, 也为他们早就将女儿清禾许配给了楚明, 原来张松的父母来自农村, 他们通过辛苦打拼, 在县城买了个杂货铺扎下根, 他们省吃俭用, 送张松去学堂念书, 希望张松能够有朝一日金榜提名, 光宗耀佐, 然而张松勉强考取了秀才, 取了周氏后经营家里的杂货铺, 张松不甘心困在杂货铺里, 要求父母四处活动, 帮他在献衙谋的一个差事, 出入仕途的张松一心想有所建树, 但他得罪了上司, 挡了上司发财的路, 被陷害入狱, 张松的父母想尽了各种办法, 没能将张松救出, 没多久他们先后病逝, 周氏带着七岁的清禾四处求人, 依然于事无补, 好在楚明的附近楚风将张松救出, 因此对楚风感恩戴德, 让女儿清禾和楚风的儿子楚明定下了婚约, 一晃七年过去, 清禾十四岁, 还未到成婚的年龄, 可是楚风得了重病, 即便耗尽了家财, 他还是撒手人寰, 撇下儿子楚明和妻子, 可是这对孤儿寡母, 当时十六岁的楚明已经考取秀才, 而且他一表人才, 博览群书, 前途无量, 本想一边打理父亲留下麦子画, 和文房四宝的文房斋挣钱度日, 一边苦读, 想早日博取功名, 可是有一晚, 楚明在文房斋夜赌, 由于太过用功, 身体疲乏, 结果趴在桌上小气片格式, 忘记吹灭蜡烛, 一场大火将文房斋烧给一干二净, 可是因此大病了一场, 失去了生计的楚明, 不得不在街上卖字画虎口, 和给格式看病抓药, 张松感念楚风当年的救命之恩, 时常接济未来女婿楚明, 常言道究极不究穷, 张松慢慢开始懈怠, 不过清禾并不在意张松家境败落, 他经常用自己的私房钱帮助楚明, 去照顾未来婆婆周氏, 但是张松和周氏开始有了毁婚的想法, 正所谓人走茶凉, 楚家败落, 楚明前途未卜, 而且容貌被毁, 他们怎么愿意让女儿嫁给楚明, 更何况知县大人替侄子宝梅被拒绝后, 故意刁难张松, 让张松诸实不慎, 他本以为可以更进一步, 可是现在看来, 只怕是成了空中楼阁, 那晚睡前, 张松正在为这件事情唉声叹气时, 枕边的周氏说道, 相过, 你是不是在为前途担忧? 眼前有个大好的机会, 你为什么不用? 张松没好气地问妻子有什么机会? 周氏说道, 我们的女儿美若天仙, 来提亲的人比比皆是, 其中部分富贵之家和官宦人家的子弟, 为何不从中挑选一个, 如今楚明家败落, 还有个生病的母亲, 她已经没有精力去读书, 什么时候才能出人头地? 女儿嫁给她不仅要吃康燕菜, 还要伺候婆婆, 日子怎么过? 我们老了指望谁? 还有你当年为什么会被陷害入狱? 说到底还是咱们家没有可以依靠的人, 如今我们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难道不是大好机会吗? 周氏的话句句刺中了张松的心窝, 尤其他在狱中受的苦, 还历历在目, 经历了那件事情之后, 张松开始变得圆滑, 屈炎附势, 即便如此, 一次次升迁机会都和她擦肩而过, 可是你让我怎么跟楚明的母亲 隔世张口? 楚风可是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张松沉思了片刻说的, 周氏见丈夫有些动摇, 立即说道, 你说的没错, 可是就凭楚风生病期间, 还有他去世之后, 我们对楚家的帮助, 那份恩情早就还清了, 你又何必把恩情当成枷锁呢? 张松听爸忍不住点了点头, 周氏趁热打铁地说道, 这件事情就教我来办, 我保证让楚明亲手写下和离书, 第二天一大早, 周氏回娘家海上两个姐妹去了楚明的家, 他们见楚明不在家, 便开始苦口婆心地劝楚明的母亲葛氏, 让葛氏劝楚明写下和离书, 葛氏是个明白势力的人, 但是他尊重自己的儿子, 所以他说他不会劝儿子写什么和离书, 一切由楚明自己做主, 周氏他们见葛氏这么说后, 将葛氏和楚明数落一番, 甚至说楚明想取清河, 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身体刚刚好转, 可一下床活动的葛氏被气得咳嗽不止, 就在此时, 出去麦字画的楚明, 带着来看望他的好友郑鹏正在往家赶, 当来到门口, 听到屋里的吵闹声和母亲急促的咳嗽声, 快步进了屋, 当他发现是未来岳母和他的姐妹之后, 赶紧逐一行礼问候, 周氏没好气地说, 哎呀, 楚大秀才, 我可受不起你的大力, 既然你回来了, 省得我去找你, 我也懒得和你拐弯抹角浪费时间了, 我今天把话给你挑明了, 我家清河, 我从小当他是掌上明珠, 他虽然不是富家千金小姐, 但是我没让他吃过一点苦, 我和他爹怎么忍心让他嫁给你受苦, 你若是真心喜欢我们家清河, 就要替他着想, 赶紧写下和黎叔, 好让我们家清河嫁个好人家, 而且这也是我们家清河的意思, 你要真想去清河, 我们也不反对, 你明天带上一百两银子的聘礼去我们家, 我们便答应你, 如果你拿不出一百两银子, 你们的婚事就此作罢, 楚明听到这里, 又看了看还在咳嗽, 而且气色难看的母亲, 顿时明白母亲为什么会这样, 他更加明白这并非清河的意思, 完全是清河的父母, 看不起现在的自己, 然而常言到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如今的楚明三餐不计, 别说一百两, 就连一两银子他也拿不出来, 他刚想解释时, 周氏立即说道, 我知道你们家拿不出银子, 这样吧, 我们接济你们那么多, 不差这一点, 我这里又是十两银子你拿着, 不过你要写下和黎叔, 从此和清河一刀两断, 是可杀不可辱, 楚明虽是书胜, 但也是堂堂七尺男, 他知道说什么都没用, 他接过银子, 冲进书房, 挥毫破墨, 写下了和黎叔, 周氏见楚明接了银子, 有些诧异和后悔给银子, 然而楚明出来后, 拿着和黎叔包着银子扔给了周氏, 周氏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和黎叔,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楚明赶紧去照顾母亲, 含泪说道, 娘,孩儿不孝, 今日让你受辱了, 从今天开始, 我会多写字话, 同时也会好好读书,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跟着我过上好日子的, 可是见儿子如此难过, 他连忙安慰道, 明, 娘一把年纪了, 什么事情没见过, 是我拖累了你啊, 功名利禄如福音, 你不要苦了自己, 只要我们母子平安比什么都强啊, 楚明听母亲说完, 才想起好友郑鹏, 连忙说道, 娘, 这是我的好友郑鹏, 自从他院士, 考取袖子, 失利之后, 便随他父亲外出做生意了, 今日他特地来看望我们, 郑鹏见过葛氏之后, 葛氏让他们去书房一讯, 到了书房一直忍着没说话的郑鹏说道, 楚兄, 他们真是太过分了, 我知道你和清河感情深厚, 只是苦了你们这对鸳鸯啊, 事已至此, 我还能怎样, 只怪家境贫寒, 前途暗淡, 楚明叹了一口气说道, 郑鹏气愤地说道, 大丈夫顶天立地, 岂能就这么受辱, 你当尽快建立事业, 以血金日之耻啊, 楚明说道, 如今我身无分文, 三餐不济, 我母亲的病上未痊愈需要照顾, 而且我只是个书生, 然而科考之路, 并非一朝一夕, 让我如何尽快建立事业, 郑鹏说道, 我虽然拿不出一百两让你和清河成婚, 但我可以帮你凑些盘缠, 我的舅舅是个千总, 你不如投笔从容, 你除了饱读诗书, 还喜欢研究兵法和奇门遁甲之术, 以你的能力, 帮助出谋划策, 短则一年, 长则三年, 我相信你定能成就一番事业, 到那时, 我看还有谁敢羞辱你, 而且清河还有一年, 才到成亲的年龄, 以他对你的感情, 即便拿到了和黎叔, 也不会轻易嫁给别的, 等你凯旋而归的, 到时候英雄配美人, 岂不美哉? 郑鹏的话让楚明有些心动, 可是他转念一想, 母亲谁来照顾? 而且战场上刀枪无言, 若是他有个三长两短, 谁来给母亲养老送中? 郑鹏得知楚明的顾虑之后说道, 楚兄, 打丈夫要成就事业, 岂能瞻前顾后? 我若有你的才能, 早就投奔我舅舅去了, 至于伯母, 你就放心地把他交给我来照顾吧。 郑兄, 我怎么好意思劳烦你照顾我的母亲呢? 楚明赶紧说道, 郑鹏说道, 楚兄, 你我何必要分彼此呢? 那年夏天, 天气炎热, 我下河游泳不小心滑落到深水去, 若不是你冒着生命危险救我, 只怕已经不在人世了, 就凭这份恩情, 我照顾伯母不是应该的吗? 正当楚明犹豫之际, 过来给他们送茶水的格式听得一清二楚, 他进来说道, 明, 好男儿志在四方, 你就听郑鹏的吧, 不要因为我耽误了你的前程, 这会让我觉得是我拖累了你, 我会很难过, 娘的身子骨好多了, 我可以做些针线活挣钱养活自己, 再说有郑鹏在身边, 你还担心什么? 就这样, 楚明将母亲托付给好友郑鹏, 背负行囊去投奔郑鹏的舅舅, 离行前, 他想到前途未卜, 为了不耽误清和的终生幸福, 他没有写信给清和, 再说周氏, 如愿以偿地拿到和黎叔回家后, 在张松面前炫耀一番, 不过他们都知道清和的性格和他对楚明的感情, 没敢把这件事告诉清和, 但是他们试探清和的口风, 说毁婚的事情, 清和听了之后, 反应强烈, 他说一女不嫁二父, 生是楚家的人, 死是楚家的鬼, 若要让他改嫁他人, 唯有一丝表忠真, 清和的父母不敢应来, 只好答应清和等楚明三年, 若楚明三年之内仍未来迎娶清和, 就让清和另嫁他人, 清和想着是三年以后的事情, 只好先答应了下来, 清和和往常一样定期去看望楚明和他母亲, 当他再次来到楚明家时, 发现人去楼空, 大门紧锁, 询问邻居之后, 才知道楚明去投奔了郑鹏的究竟, 清和去找了郑鹏, 郑鹏为了不让清和难过, 再加上楚明临行前的主妇, 他并没有告诉清和周世来找过楚明的事情, 不过清和相信楚明, 觉得他之所以不辞而别, 是为了闯一番事业, 替他们的未来着想, 他默默地为楚明祈祷, 并决定无论发生何事, 都要等楚明平安归来, 由于楚明的母亲搬去了正旁的家里, 清和不方便去探望, 此后清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在阁楼里做针枝刺绣或者看树, 日夜思念楚明, 可是他这一等就是两年, 那天上午清和在阁楼做女工, 一只漂亮的蝴蝶飞到窗台上花盆的花枝上, 清和忍不住朝窗户边走去, 而蝴蝶从花枝上飞了起来, 在窗户附近飞来飞去不肯离开, 清和依着窗户朝外张望, 同时也看到了往来的人群, 他越发思念始终未归, 且毫无消息的未婚夫楚明, 他不禁念路愁容地叹了一口气, 忽然他发现路上有个男子, 用轻挑的眼神看着他, 让清和感到很不舒服, 立刻关上了窗户, 并且从那以后, 他连窗户边都很少去, 以免像潘金莲那样惹来事端, 几天后的晚饭时, 周氏忽然兴高采烈地说道, 女儿, 你总算是熬出头了, 楚明有消息了, 他这两年履历战功, 已经破格提升将军, 他现在正在济南府处理公事, 由于过几天他又要远赴边疆, 他写信过来, 兑现婚约, 三天后, 他将派人来接你到济南府拜堂成亲, 正所谓守得云开见月明, 清和听罢又惊又喜, 简直不敢相信, 可是张宗拿出了一封书信, 清和仔细一看, 确实是楚明亲手所写, 信中的内容和周氏所说大致相同, 转眼到了迎娶的日子, 清和发现家里冷冷清清, 只请了几个至亲, 这不像父母的性格, 毕竟他们就清和一个女儿, 而且要远嫁到外地, 他问父亲时, 张松却一直敷衍, 一想到即将嫁给赵思木想的如意郎君楚明, 内心激动的清和也没多想, 开始在房间里精心地打扮自己, 他想把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呈现给他最爱的楚明, 忽然清和发现上次那只蝴蝶又飞到了窗台的花盆上, 有了上次被人偷看的经历, 这一次清和没有去理会蝴蝶, 而是继续坐在梳妆台前打扮自己, 突然蝴蝶飞离了花盆, 来到清和的头上盘旋飞舞, 没过多久, 清和忽然闻到一股奇特的香味, 然后觉得自己浑身乏力, 昏昏欲睡, 清和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 趴在梳妆台上, 但是他心里跟明镜一样, 周围的动静都能听得见, 可就是睁不开眼睛, 没过多久, 清和听见了急促的脚步声, 紧接着周氏说道, 你这丫头, 这大喜的日子, 迎亲的队伍马上就要来了, 你怎么睡着了? 清和听得很清楚, 但就是醒不来, 周氏吓得不轻, 他慌慌张张地找来张松, 张松见到清和的状况后, 将他扶到床上, 可是他也怎么都叫不醒清和, 着急忙荒帝请来的大夫, 大夫说清和可能是中了毒, 能不能醒来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大夫走后, 周氏着急地说道, 相过, 清和性格刚厉, 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寻了短见呢, 眼看着知府大人的公子就要来迎亲, 到时候可怎么跟他交代啊, 谁说不是, 我也是得知楚明战死沙场, 才答应把清和许配给知府大人的公子的, 我还指望能和知府大人结成亲家, 让我更上一层楼, 让知县大人对我刮目相看, 这下倒好, 上次我得罪了知县大人, 已经让我前途黯淡, 这一次我得罪了知府大人,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啊, 周氏连忙辩解道, 相过, 现在不是叹气的时候, 还是想一想怎么应付这件事情了, 花轿马上就要到了呀, 要不就说清和突然疾病, 让他们等几天再说, 清和听到这里, 悲痛一觉, 他万万没有想到父母骗了自己, 明明说的是要嫁给楚明, 可是楚明已经战死沙场, 现在却要被嫁给知府大人的公子, 而且大夫说他可能中了毒, 不知道能不能醒来, 他们眼下不是担心自己的身体, 而是担心如何跟知府大人交代, 尤其是父亲还在担心他的前程, 就在此时, 屋外传来了锣鼓和鞭炮声, 迎亲的队伍已经到了门口, 张松和周氏赶紧离开了房间, 一边走, 孩子一边商量如何应付迎亲的队伍, 然而张松和周氏前脚离开, 清和竟然睁开了眼睛, 发现自己身体没有任何异常, 仿佛做了一场梦, 但是屋外的锣鼓和鞭炮声, 他听得清清楚楚, 清和忍不住泪流满面, 他想到往日的点点滴滴, 和自己层立下的誓言, 如今楚明已经不在, 父母还已经背着他将自己许配给他人, 我独活于世, 又有何意义? 此时父母不在身边, 如果他们发现自己已经醒来, 强行将自己送上花椒, 到时候身不由己, 清白被毁, 那可真是生不如死, 既然如此, 不如以此明智, 想到这里, 清和准备自已, 忽然耳边传来微弱的声音提到了枯井, 阁楼的后面确实有个枯井, 可是已经被石块封住, 清和忍不住顺着窗户看了一眼, 发现枯井的石块被挪开, 难道天意如此? 悲痛欲绝的清和没有多想, 趁着周围没人, 他急匆匆递下了阁楼, 纵身跳入了枯井, 然而让清和意想不到的是自己平安无事, 仿佛掉在厚厚的棉被上, 他睁开眼睛一看, 发现自己在一位身着彩衣的漂亮妇人的怀里, 你是谁? 为什么在枯井里? 为什么要救我? 清和惊讶地问道, 妇人微笑着说道, 你为何要想不开? 难道真的要为楚明殉情? 可是他活得好好的, 你怎么能先走一步? 清和听霸又惊又喜, 而且回过神的他, 发现妇人能够在井底救他, 说明他非同凡响, 赶紧追问楚明在哪里, 为何父母说他战死沙场, 又怎么让他嫁给知府大人的公子, 原来那天在窗户下瞧见清和的男子, 便是知府大人的公子冯奎, 冯奎生性风流, 四处沾沾化粘草, 那天他来县城访友, 意外发现了美若天县, 惊为天人的清和, 顿时魂不守舍, 冯奎赶紧打听出清和家里的情况, 直接去县衙找到了张颂, 开门见山说想娶清和, 张颂得知冯奎的身份, 不敢怠慢, 可是他想起和女儿的三年之约, 只好婉言拒绝, 冯奎了解到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 更加欣赏清和, 他没有多说便回了家, 他回家之后便将此事告诉了父亲, 还提到了楚明, 冯奎的父亲想起看过的底报说, 楚明确实被破格提拔成了将军, 但是前不久战死沙场了, 一心想得到清和的冯奎, 听霸立即来了精神, 想出了一条计策, 他通过父亲的关系拿到了楚明的字迹, 并伪造了书籍, 带着丰厚的聘礼来找张松, 冯奎告诉张松楚明已死, 为了防止意外, 他让张松去跟清和说是楚明要迎娶的, 到时候把人送到家里, 生米煮成熟饭, 想必清和只能认命, 张松见楚明已死, 让女儿再等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冯奎考虑得如此周全, 他能有冯奎这样的女婿更是求之不得, 所以他配合冯奎演了一出戏, 夫人, 您刚才不是说楚明活得好好的吗, 可是你怎么又说他已经战死沙场了呢, 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对这一切知道得这么清楚, 听到这里, 清和忍不住含泪问道, 夫人说道, 我就是那只蝴蝶, 楚明被我救了, 你注定和冯奎有一番纠葛, 若处理不好, 会引起楚明和冯奎之间的纷争, 到时候会闹出人命, 难以收拾, 既然如此, 我就让你和冯奎早点相遇, 我会制造假象, 让外人都以为你已经死去, 你和冯奎之间的婚事和纠葛也就做吧, 我再带你去见楚明, 夫人说完将原本准备好的树枝变成了清和, 只是气息全无, 然后带着清和隐身躲了起来, 清和赶紧谢过蝶仙, 不多时, 有人在枯井中发现了假的清和, 原来张松和周氏去迎接冯奎, 只好说清和染病在身, 不便出嫁, 让冯奎耐心等待些时日, 可是侯急的冯奎哪里有什么耐心, 非要眼见为时, 可是他们到了房间, 不见清和, 赶紧四处寻找, 当他们见到由树枝变成的气息, 全无清和, 冯奎气急败坏地带着人走了, 还不忘提醒张松将聘礼还回去, 张松夫妇哭得死去活来, 说不该瞒着女儿楚明的死去, 更不该自私地将女儿嫁给冯奎, 有人愤慨地说张松夫妇妄为人父母, 更多的人说清和是个真烈女子, 再说蝶仙施法将清和带到了山中的一个茅屋里, 清和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楚明, 然而此时的楚明身负重伤, 昏迷不醒, 清和忍不住泪入一下, 连忙问蝶仙楚明这是怎么了, 他是怎么将楚明带到这里医治的, 楚明什么时候能醒来, 原来楚明投奔郑鹏舅舅之后, 帮他出谋划策清剿山匪, 有一伙山匪仗着地势险阳, 一手南宫, 经常耀武扬威地下山祸害百姓, 强抢民女, 让周围的百姓苦不堪言, 郑鹏的舅舅被下了死命令, 必须剿灭这伙山匪, 可是几次进攻都损兵折降, 最后想到了火攻, 楚明听后当时就表示反对, 楚明说, 山上有千万生灵, 而且火势蔓延, 难以控制, 会殃及周围百姓, 不仅如此, 楚明还自告奋勇地 伴坐侨夫去考察地形, 寻找上山的捷径, 以便一举歼灭山匪, 楚明穿过一个山花烂漫的山谷后, 意外发现许多困在蜘蛛网上的蝴蝶, 其中一只比较大的蝴蝶 还在奋力地和蜘蛛搏斗, 然而蜘蛛越来越多, 蝴蝶们危在旦夕, 善良的楚明不忍心漂亮的蝴蝶被害, 而且也让他想起青河最喜欢蝴蝶, 他们一起在花丛中追逐蝴蝶的情形还历历在目, 所以他赶跑了蜘蛛, 将蝴蝶一一救下, 而那个比较大的蝴蝶便是蝶仙, 他因为在洞府闭关修炼, 可是到了关键时期, 忽然有种不祥的感觉, 他掐指一算, 发现调皮的儿女们被被蜘蛛网住了, 蝶仙不顾修为暂时失去, 火速地去救自己的儿女, 可还是险些被害, 蝶仙被救治后, 恢复了修为, 幻化人形去山上找到了楚明, 感谢他救了自己和儿女们, 蝶仙得知楚明为了山中千万生灵, 其中也包括他的族类, 劝郑鹏的舅舅放弃火工, 还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寻找道路, 对他的善良和勇敢钦佩不已, 于是蝶仙带着楚明找到了一条鲜为人知的捷径, 最后郑鹏的舅舅带着人马一举将山匪剿灭, 郑鹏的舅舅不探工, 将手工给了楚明, 不仅如此, 他见楚明善良勇敢, 将他推荐给上司, 让楚明在边疆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 由于楚明的阻止多谋, 再加上蝶仙的帮助, 楚明屡见起功, 快速升迁, 几个月前, 楚明替主帅出谋划策, 打破敌军, 主帅决定乘胜追击, 一举将敌军歼灭, 楚明劝主帅穷扣抹锥, 也许是个陷阱, 但是主帅不听, 楚明只好随主帅出击, 结果他们被包围, 为了掩护主帅逃生, 他换上初帅的盔甲和战马引开了敌军, 主帅得意逃脱, 但楚明被追到悬崖上, 最后纵身跳了下去, 好在蝶仙及时赶到救了楚明, 然而楚明伤得太重, 蝶仙好不容易救醒了楚明, 告诉楚明他这一生恐怕再也无法站起来, 因此楚明万念俱灰, 再次昏迷之后, 怎么都不愿意醒来, 蝶仙也束手无策, 蝶仙知道楚明对清禾的感情, 因此找到了清禾, 先是解决清禾和冯魁之间的纠葛, 然后将他带到楚明的身边, 希望通过清禾唤醒, 失去生存意志的楚明, 清禾听霸赶紧磕头谢恩, 然后衣不解带地照顾楚明, 然后衣不解带地照顾楚明, 还要往日地点点滴滴, 鼓励楚明要坚强, 要振作, 正所谓有爱就有奇迹, 楚明在清禾的精心照顾下, 在蝶仙的施法帮助下, 奇迹般地醒来, 他见到清禾之后, 激动地热泪满面, 得知清禾的遭遇后, 他决定此生绝不负清禾, 楚明的身体恢复得很快, 他带着清禾回到了军营, 找到了主帅, 主帅见到楚明激动不已, 得知他和清禾的经历后, 更是感慨万千, 他上报朝廷, 请求嘉奖楚明, 很快在楚明的帮助下, 主帅带领人马大破敌军, 然后颁事回朝, 楚明和清禾都得到了圣上的嘉许, 楚明被封为将军, 并奉旨与清禾完婚, 楚明将母亲葛氏和郑鹏一家人, 还有清禾父母接到身边, 他们当时都以为楚明和清禾 已经不在人世, 见到楚明和清禾平安无事, 还奉旨成婚, 都激动万分, 楚明和清禾夫妻恩爱, 生儿育女, 楚明虽贵为将军, 但他终身未曾那妾, 一生只疼爱清禾一人, 二人相伴终生, 白头偕老,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便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听民间故事, 看世间百态, 品百味人生, 感谢您能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早些年的时候, 在我们村子的最西头, 有一处清朝时期留下来的老宅子, 这个老宅子非常的大, 但是呢, 院子里面只有北面和东面各三间土房, 据村子里的人说, 这座老宅子是我们村子里一个姓陈的人家, 祖上留下来的, 刚开始的时候, 他家里人, 还经常有人在这座宅子里面居住, 但是, 自从这座宅子里的发生了一件事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赶住了, 这座老宅子, 本来就坐落于村子的最西头, 这里就只有他一户人家, 显得挺阴森敌,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陈家人陆续地搬出了这里, 在村子里面又重新盖了房子, 就这样这座宅子就空了下来了, 突然有一天, 一个做小生意的人路过村子, 他看到了这座空着的宅院, 就找到了这位陈姓人家, 花了一点钱就把他租下来了, 只是这个外乡人在这座院子里止住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就莫名其妙地S在了院子里, 等村民们发现他的时候, 早就已经没有气了, 至于这个人的S因, 那就更奇怪了, 浑身上是一点伤痕都没有, 也没有中毒的现象, 看他那样子倒像是被什么东西被吓S, 因为找不到这个外乡人的家人, 所以, 最后村民们就把他直接埋在了后山, 但是, 从这天以后, 这座老宅子闹鬼的事就传开了, 这个老宅子, 本来他就在村子的最西边, 有点荒凉, 再加上莫名其妙地还S了人, 所以, 即使是大白天, 也很少有人敢从这里经过, 后来, 陈家人也觉得这座宅子不吉利, 就不想要了, 陈家人对村里人说, 这座宅子他们就不要了, 直接就送给村子里了, 让村长看着处理, 说实话, 这座宅子如今可是一个凶宅, 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没胆子的人还真不敢接受, 但是陈家送给村子里, 村长就挺高兴, 自己动点手脚, 以后不就是自己的了吗? 再说了, 他可不觉得这就是一个凶宅, 那个外乡人的S, 可能只是个意外, 村长为了这座宅子, 也是非常的操心, 现在既然属于村里的财产了, 那就得让他给村子里, 或者自己增加点收入, 总不能在那空着呀, 最好是把他卖掉, 为了早日处理掉这个老宅子, 村长是极力地在村子里推销, 但问题是, 村子里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呢, 根本就没人敢接受, 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 村长就把这主意打到了外村, 毕竟外村的人可不一定知道, 这座宅子S活人, 说不定就能蒙混过关, 或者有胆大的人, 他就愿意接受这个老宅子呢, 就这样, 村长就派人到阁外村去散播消息, 他们村子里有大宅子要出售, 宅子的价格定得也很低, 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但是当这些人打听过后, 就又都打了退堂股, 后来, 一个外村的老光棍的找到了村里说, 他倒是愿意买下这座宅子, 不过自己家里的钱并不多, 看能不能先让他租下来, 等以后自己挣了钱再还, 说实话, 村长是不太愿意的, 他可不想夜长梦多, 毕竟他心里有数, 这可是一座凶宅, 万一这人住了几天, 知道真相后跑了怎么办呢? 就这样, 村长就没有答应他, 不过关于出售这个宅子的事, 村长一直等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也在没有人来问过, 更没有人愿意买, 这时候, 村长心里面还是挺着急了, 没办法, 他就又派人去找到了这个老光棍, 要和他重新再商量商量, 最后要经过讨价还价和村民们的劝说, 村长就和这老光棍达成了协议, 老光棍只要先付十分之一的定金, 就可以搬进宅子里住, 有一个附加条件, 就是老光棍必须每天帮村子里干半天活, 背后还要再给村长个红包, 协议签好以后, 第二天这老光棍就搬进了这宅子里, 刚开始头几天也是风平浪静的,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老光棍在家里正常吃饭, 睡觉干活, 生活也是悠哉悠哉的, 他原来在别的地方, 住的可是只有一间破草房啊, 突然搬进了这么大一个宅子里面, 他的心情也是都好了起来, 不过没好几天, 第四天的时候, 这老光棍就出事了, 有村民发现这天早上, 老光棍并没有来帮村子里干活, 所以就有个胆大的人来到了这座老宅子查看情况, 他巴着院墙伸头向里面看, 这一看, 可把他吓了一跳, 只见老光棍已经倒在了院子中, 很快村长就带着人来查看情况, 此时倒在院子中的老光棍, 也早已经没有了呼吸, 他的S法和上一个外乡人是一模一样, 身上找不到任何的伤痕, 也没有任何被袭击过的痕迹, 所以呢, 到了最后还是草草了事, 把这老光棍埋在了后山, 这一连S了两个人了, 这座凶宅那是彻底出了名, 不但本村子里的人害怕, 就连外面村子的人也是弹指色别, 都说这座宅子里肯定发生过什么大事, 里面肯定有很多冤魂, 要不然怎么会吓S两个人呢, 这些传言出现后, 村长可就为了难了, 这么好, 这么大的一个宅院, 就这样空着多浪费呀, 他心里就想, 不行自己家人就搬过去住, 住一段时间没事了, 就能把他凶宅的名声给拿下, 到时候说不定还能卖个好价钱, 到那时候, 这了就是自己的钱了, 和村子里就没关系了, 确定了以后, 村长就高调地宣布, 他们一家人要搬进这座宅子里, 目的就是向所有乡亲们证明, 这并不是什么凶宅, 此前S两个人, 就只是个意外而已, 村长一家七口人, 不顾村里人的劝阻, 也不管那些流言蜚语, 就这样高调地搬进了这座兄宅, 说实话, 村长刚搬进去的时候, 村里也有狠人等着看他的笑话呢, 毕竟这村长, 在村子里也不算是什么好人, 家里兄弟好几个, 在村子里就是一把, 只是, 让这些人有点失望了, 村长一家人在这里住了一个月了, 什么事也没有, 这时候就有人怀疑了, 难道说这座宅子真不是凶宅, 前面的两个人真的就只是意外,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村长家可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这座老宅子占地可真是不小, 村民的这些议论, 村长也是听在尔里乐在心里, 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他也感觉到非常的庆幸, 他刚住进来的时候, 心里也是非常害怕的, 不过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并没有发现, 这宅子有什么问题, 这也让他放心了不少, 只是好景不长, 有一天夜里天空突然下起了大暴雨, 不知道怎么地了, 就从山上滚下来了一块大石头, 这块大石头, 直接就把这座老宅子的北屋给压他了, 除了村长的两个儿子是在东屋睡的以外, 其他人都是在这北屋睡的, 所以, 除了村长的两个孩子, 村长一家人全部都被倒塌的房子, 压在了废墟里, 当村里人把他们一家五口人, 从废墟里扒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没有了呼吸, 一家五口人全部都S文, 如今就只剩下两个孩子, 后来村民们在清理废墟的时候, 在一座土墙的下面发现了一个洞, 这个洞弯弯曲曲地通向后山, 具体通向哪里, 暂时也没人知道, 但是从这个洞的样子来看, 这应该是一个蛇洞, 不过, 这个蛇应该是一条巨毛, 因为这个洞非常的大, 一个小孩子都能钻进去, 村民们也都很好奇, 这个洞到底通向何处, 洞里面又到底是不是蛇, 所以, 就有一群胆大的年轻人, 就开始顺着这个洞, 向后山挖去, 最后, 这一群人一直挖到了一个后山的坟头前, 才停下, 这个时候, 人们才认出来这座坟, 它不是别人的, 正是陈家的祖坟, 正在人们疑惑的时候, 突然就从洞中钻出来了一条红色的大蛇, 这条蛇从陈家的祖坟里钻出来以后, 刺溜一声, 就钻进了旁边的草丛,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这时候就有村里的老人, 回想起来了一件往事, 就是关于的陈家和村长家的事, 当年村长的父亲当村长的时候, 就经常欺负这陈家的人, 陈家的一个孩子和这个小村长一样大, 两个人一次在河边玩耍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老村长的儿子一不小心就落入了河中, 陈家的孩子看到这种情况后, 赶忙就下河把这老村长的儿子给救了上来, 谁知道, 这老村长来了以后, 他儿子就告诉父亲, 是这个陈家的孩子把他推下河的, 目的就是想要掩暖四季, 幸亏自己会点水性才爬了上来, 这就是在睁眼说下话呀, 不过他老子信了, 说实话, 不管自己儿子说的是真是假, 根本没关系, 他就是想要收拾这陈家孩子, 恼羞成怒的老村长, 一把就抓起了陈家孩子, 根本就不听他解释, 直接就把他扔进了河里, 每当他游回来的时候, 老村长和他儿子就会用脚把他重新踢回去, 就这样陈家孩子终于体力不支, 燕S了, 当陈家人来了之后, 这老村长和他儿子就一口否认说, 这个陈家的孩子, 就是自己不小心掉进河里燕S的, 老村长的儿子还说, 当时自己已经下去救他了, 但是最后实在是没有救上来, 自己已经尽力了, 他们的这些说辞, 陈家人根本就不信, 他们自己孩子的水性怎么样, 他们家人是心知肚明的, 这老村长家的儿子还下去救他家孩子, 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陈家人非常的气愤, 他们觉得这件事情里面肯定另外有蹊跷, 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但是他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再加上这老村长的强势, 他们根本就不敢和老村长理论, 最后陈家人就无奈地把孩子带回了家, 然后就偷偷地去报了官, 谁知道这老村长和官府, 就是穿一条裤子的, 不但没有调查此事, 而且还把陈家告状的人给打了一顿, 回到家以后, 陈家人知道他们逗不老村长, 就只能忍下了这口气了, 本想着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谁知道, 后来陈家人就听到了一个消息, 他们的孩子是被村长和他儿子给害死的, 当时村长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是有人看到了, 而且还是两个人, 一个人就是那个外乡做小生意的, 另一个人就是那个老光棍, 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陈家人就去请这两个人给他们作证, 谁知道这两个人早就收了村长的好处,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他们当时离得远, 看不太清楚当时的情况, 但他们大概可以确定, 陈家的孩子就是自己不小心掉进河中淹死的, 和老村长没什么关系, 得到了两个人这样的回答, 陈家人刚燃起了一点希望, 就又熄灭了陈家人的心情, 我想你可以自己体会一下, 那可真的是, 叫天天不应叫, 弟弟不灵啊, 得是有多无助啊, 不过, 这事隔多年以后, 这个陈家孩子的仇, 最终还是他自己报了, 村里面的人也都这样说, 陈家老宅子里先前S的两个人, 肯定是被这大蛇吓S的, 至于村长一家人的S, 肯定也和这个大蛇有关, 因为有人发现, 陈家祖坟旁原来是有一块大石头的, 如今这块大石头没有了, 说不定就是这大蛇推下去的, 至于这大蛇, 它可是从当年那个孩子的坟里爬出来的, 很多是不言而喻了吧, 不管怎么说, 也不管这宅子是不是凶宅, 也不管这些事是不是真的和陈家孩子有关, 或者说和那条大蛇有关, 总之做人还是心善一点的好, 恶人早晚会有报应的,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民便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听民间故事, 看世间百态, 品百味人生, 感谢您能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清朝时期, 代州有个名叫文成龙的富商, 他出身贫寒, 凭着一股子汗性, 短短几年就积攒了一笔惊人的财富, 带娶了娇妻, 有了儿子后, 文成龙没有安于现状, 他亲力亲为, 经常在各地跑上, 财富的雪球越滚越大, 他的脚步一直不肯停歇, 这日, 文成龙在刑伤途中遭逢大雨, 无奈之下, 他到了一个破庙中避雨, 眼看雨越下越大, 他忧心大雨误实, 错过商计, 很是发愁, 就在这时, 一个老汉撑着油纸散进了破庙, 他的怀中抱着一把黑伞, 文成龙觉得那老汉有些眼熟, 但当他看见老汉手中的黑伞后, 眼前一亮, 把这次熟悉抛在了脑后, 他连忙上前跟老汉套近户, 经过交谈得知, 老汉姓王, 是个四处云游的货郎, 待聊了几句后, 文成龙便提出想买下 王老汉手中那把闲置的黑伞, 王老汉闻言, 面上浮现出了犹豫的神色, 他说他犹豫家训, 不能卖伞, 否则就会厄运缠身, 文成龙眼珠一转, 想到王老汉这是想做第几家, 于是说道, 王大伯, 我实在有急事, 要不这伞算你借我的, 我给你留下我家的地址, 再留一张字句, 等以后你上门要伞, 我定有重金酬谢, 王老汉闻言, 果然乐开了话, 他连连摆手, 说这伞就算他送给文成龙的, 若有机会定会去文成龙家登门拜访, 文成龙听着王老汉冠冕堂皇的话, 心中痴笑一声, 立下了字句后, 便撑着黑伞离开了, 他没有注意到, 王老汉盯着他远离的背影, 嘴角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 文成龙忙完生以后, 便带着黑伞回到了家, 他随意地将黑伞丢到一边, 王老汉一直没有上门要钱, 渐渐地, 他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 从外地回来后, 文成龙的生意突然一天天地衰败了下来, 他拼命在往日的合作伙伴之间周旋, 试图力挽狂澜, 却无力回天, 只能眼看着手中的生意崩盘, 服务双至, 祸不单行, 文成龙在外生意不顺, 在那家宅也不得安宁, 他的妻子看他破产, 不想跟他一起受苦, 勾搭上了另一个服伤, 他们两人在家中私会, 正好被文成龙撞个正着, 文成龙气得机遇偶启, 拎起板凳就往他们身上砸, 服伤一溜烟没了身影, 他的妻子惊声尖叫, 引来了儿子, 他儿子上前挡在他妻子面前, 文成龙一怒之下, 没能收住板凳, 不小心将儿子砸了个头破血流, 第二天, 他妻子带着儿子回了娘家, 给他留下了一封和离书, 短短半年, 文成龙家才散尽, 妻离子散, 这日, 他坐在空荡荡的家中, 回想起自己往日的辉煌岁月, 再对比现今的冷清凄惨, 心头涌上千般酬绪, 万般凄虎, 就在这时, 一个老道突然敲响了文成龙家的大门, 老道对文成龙姬首饰了一礼, 说道, 贫道官贵府上空笼罩着一层诡计, 敢问最近贵府可否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 文成龙听到老道的问话, 想起自己这半年来的遭遇, 忙给老道让座, 将半年来他遭霉运的事情讲了一遍, 老道听后,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他拿出一个罗盘, 手中掐了一个法掘, 而后顺着罗盘的指引, 找到了那把黑伞, 他紧紧促起了眉头, 对目瞪口呆的文成龙说道, 你这半年来的种种劫难, 皆是因这把黑伞而起, 伞中有小鬼, 正是这小鬼破了你的财运, 文成龙还没来得及说话, 门外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你这倒是有几分真本事, 这声音文成龙听着耳熟, 等那人走进来后, 他发现那人竟是半年前将黑伞送给他的王老汉, 道时将文成龙挡在身后, 警惕地盯着王老汉, 王老汉对他视若无睹, 他脸色阴沉地看着文成龙, 口中说道, 我来要债了, 不过要的不是钱, 而是你的命, 文成龙缩手缩脚地躲在道士身后, 文言, 他探出头愤怒地看向王老汉, 质问道, 我与你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 你为何要如此害我, 王老汉的面色陡然争吟, 他历声贺问, 无冤无仇, 你忘了你做生意的本金是打哪来的了吗, 文成龙文言, 脸色顿时清白交加, 他惊疑不定地看着王老汉, 王老汉冷笑一声, 说道, 你已经忘了我了, 我是嘉仪的父亲, 当初, 王老汉家也是富贵人家, 他和妻子恩爱和睦, 两人膝下只有一个独女, 名唤嘉仪, 他们对女儿疼爱至极, 嘉仪到了成婚的年龄后, 被一个英俊的货郎哄骗了芳心, 王老汉觉得那货郎心属不正, 不同意他们之间的婚事, 嘉仪对爱情冲昏了头脑, 他看父亲态度坚决, 没有转环的余地, 竟拿着全部细软跟那货郎私奔, 王老汉一家发现女儿不见了踪影, 连忙搜寻, 找了三天后, 他们在镇外的小树林中发现了一山不正, 奄奄一息的嘉仪, 货郎确实不是好人, 他来到镇上后, 偶遇嘉仪, 发现他家境富裕, 性格活泼天真, 于是哄骗他, 想从他手中骗取金银, 他没料到的是, 嘉仪竟真的爱上了他, 还要与他私奔, 他将计就计, 把嘉仪带到了小树林将他欺辱, 随后带着金银细软离开了, 经历过这件事后, 嘉仪一蹶不振, 郁郁而中, 王老汉的妻子在女儿死后, 整日以泪洗面, 没多久也过世了, 王老汉安葬了女儿和妻子, 便卖家产, 踏上了复仇之路, 他用了好几年的时间, 打探文成龙的行踪, 再得知文成龙用那笔钱当作本金, 发了财, 还娶了娇妻有了儿子时, 他内心的怒火熊熊燃烧, 他找到一个邪道, 花仲金买下了那把带有小鬼的黑伞, 带有小鬼的黑伞也叫破财伞, 使用了破财伞并持有它的人, 便会家财散尽, 破财伞只有在送出去的时候才有作用, 所以王老汉特意在破庙与文成龙偶遇, 将黑伞送给了他, 这才有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王老汉说, 他一直在暗中观察文成龙一家的情况, 在看到文成龙妻离子散, 尝尽心酸后, 他打算出手将他杀死, 替女儿报仇, 可他还没来得及行动, 老道竟寻着鬼妻来到了文成龙的家, 他不得不匆匆除灭, 免得老道破坏他的计划, 老道听完这番纠葛后, 感叹了一句因果循环, 他看了一眼文成龙, 掐指侧算一番, 对王老汉说道, 他如今的财运已经完全破除, 后半生是穷困潦倒的命, 你不必为了他脏了你的手, 且让他活着受苦, 以此偿还他犯下的罪孽, 王老汉思虑良久, 觉得老道说得有理, 老道收起黑散, 和王老汉一起离开了文成龙的家, 文成龙目光涣散地位顿在地, 脸上满是惊恐之色, 后来, 文成龙的宅子被人强行以极低的价格买走, 他流落街头, 成了一个乞丐, 吃不饱穿不暖, 还要受人欺负, 他数次寻死, 却一次都没有成功, 在他七十多岁那年, 他病恶交价, 死在了一个寒冷的冬日,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只在劝人向善明便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听民间故事, 看世间百态, 品百味人生, 感谢您能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故事后, 有一个名叫好运飞的秀才, 为了清静读书, 租赁了一套房屋读书, 这套别墅是一名富商的, 建在湖泊边, 位置偏远, 人际罕至, 故事被富商弃之不用, 好运飞贪图这里清静, 无人打扰, 租来读书, 他只带来一名书童相伴, 搬进来后, 很是欢喜, 常常挑灯读到深夜, 不知疲倦, 好运飞的书房在湖边的小屋里, 窗户面临湖泊, 推开窗, 湖边盛开着一株巨大的荷花, 分外骄扰, 放言远调, 波涛荡漾, 荷叶翠绿, 令人心旷神怡, 好运飞最喜欢荷花, 闲暇时, 总爱宁眉注视着这株巨大的荷花, 也不知道吟诵了多少有关荷花诗句, 每当他吟诵诗句的时候, 就见荷花微微颤动, 似乎听得懂诗句内容, 受到感动, 好运飞认为这株莲花有灵性, 心生爱意, 有一天晚上, 昊月当空, 好运飞读书累了, 已在窗口, 探身注视着莲花, 笑着自言自语地说, 看了不少聊斋故事, 小生相信世间万物都有灵性, 我的情意你自然知道, 你如有意, 何不幻化成美女, 与我一会, 也好留下一段千古佳话, 只见莲花颤颤巍巍的摇动, 等了好久, 荷花并没有变成美女, 好运飞叹息一声, 关上窗户, 坐在灯下读书, 忽然灯花一闪, 眼前多了一位女子, 身形苗条, 风情万种, 宛如天仙下凡, 把好运飞看得呆了, 也不管女子来得吐雾, 面上透出一网情深, 其实, 好运飞并非好色之徒, 只不过女子的形象, 与她的梦中情人完美统一, 才会出现这种忘我的表现, 女子一点她的鼻子, 娇笑着说, 真是一个呆子, 也不问问我是谁, 说吧, 坐了下来, 好运飞醒悟过来, 恢复常态, 她在心里揣测, 死女深夜而来, 飞鬼即虎, 于是笑着问道, 不知仙女是何方神圣, 从哪里来, 为何而来, 女子抿嘴笑着说, 真是一个油嘴滑舌的酸秀才, 我实话告诉你, 你可别下着了, 女子讲, 她叫青莲, 就是窗外的莲花花妖, 也为感念好运飞的一往情深, 故此特来相会, 好运飞不由的大喜, 大声说道, 知我者, 青莲也, 两人当婉行了夫妻之礼, 天刚放亮, 青莲就走了, 好运飞嫌弃疏童在此碍事, 打发她回去了, 自此后, 青莲住在这里不走了, 好运飞和青莲浓情蜜意, 如交似习, 过着快乐的日子,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转眼间到了暮秋, 这一天晚上, 青莲垂泪说道, 好郎, 或是不远了, 你我可能就此永别了, 在无相见之际, 原来, 青莲是一个女巫养育的, 这个女巫, 专门养育各种花妖, 到了花妖成年后, 她就要吸食花妖的血液, 来增强自己的功力, 过几天, 女巫就要来取青莲的性命了, 好运飞急忙说, 我们赶紧远走高飞, 躲在一个她找不到的地方, 青莲摇头说, 躲不掉的, 她法力高强, 无论躲在哪里, 都能找到, 两人胆战心惊地数着日子, 那种即将永别的悲哀心情, 让两人更加珍惜这得知不义的时光, 这一天, 天空中忽然传来大笑声, 青莲的身子腾空而起, 好运飞拔出墙上的宝剑, 追出屋子, 只见青莲被一团黑气包裹着, 她举剑刺向黑气, 黑气落地, 变成一个恐怖的女巫, 恶狠狠地说道, 青莲是我养的花药, 我已经吸食了她的血液, 你走吧, 不要歪馋了, 好运飞气愤地说, 青莲是我的爱人, 我们曾经海誓山盟, 永远不分离, 如今她不在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滋味, 不如和你拼了, 说吧, 举着宝剑乱字, 女巫用手指夹着宝剑, 生气地说, 你们人类杀生吃荤, 气味是臭的, 特别是你这种读书人, 气味酸臭, 不然我就吸了你的血, 你们两人必须死一个, 你想救活青莲, 就得拿命来换, 你愿意吗? 好运飞依然说道, 只要能救活青莲, 我愿意拿命来换, 女巫说道, 救活青莲很简单, 你只要把你的心脏, 塞进她的胸膛, 就行了, 好运飞毫不犹豫, 把宝剑对准自己, 挖出心脏, 放进青莲的胸膛里, 不一会, 青莲行转过来, 而好运飞轰然倒地, 一命归系, 青莲抱着好运飞的尸体大顾, 被女巫拉着走了, 好运飞一缕魂魄飘飘荡荡, 到了阴曹地府, 阎王爷查看生死部, 喝道, 好运飞, 你还有五十年寿命, 为何提前到死? 好运飞哭着讲了自己的遭遇, 阎王爷说道, 为情爱而死, 感天动地, 你这种情种, 不该早死, 这样吧, 你去找女巫, 就说阎王爷有令, 让她救活你, 好运飞是鬼魂, 自然容易找到女巫的住址, 她飘飘荡荡找到了女巫, 传达了阎王爷的指令, 女巫一伸手, 就从百里之外, 把好运飞的尸体挪到山洞里, 不过, 她为难地说, 你的心脏给了青莲, 除非她还给你, 否则别误她法, 好运飞一听, 急忙说不活了, 转身就走, 青莲拉着她说, 你愿意为我而死, 我又何尝不愿意为你而死, 这颗心脏本就属于你, 还给你吧, 你要好好活着, 心里不要忘记青莲就行了, 说吧, 两人抱头痛哭, 青莲伸手拿出心脏, 好运飞伸手按住, 不让她拿出来, 女巫嚎啕大哭起来, 她本来也有一个情郎, 可是情郎背叛了她, 她故此成为无情的女巫, 看见两人如此情真意切, 想起她的悲伤过往, 难免伤心起来, 女巫哭吧, 说道, 我如此冷血无情, 也被你们感动, 也罢, 我满足你们的愿望, 让你们永不分离, 她伸出手, 把青莲变成一朵莲花, 塞进好运飞的胸膛, 不一会, 好运飞活了过来, 胸口上长出一朵莲花, 女巫说道, 这朵莲花就是青莲, 你们生生世世在一起, 永不分离, 你们好自为之吧, 这朵莲花是活的, 早上开放, 中午盛开得非常绚丽, 到了晚上, 她就闭合了, 有时候, 她还会说话, 和好运飞谈情说爱, 而且莲花散发出浓厚的香味, 纵使寒冬之时, 好运飞穿着厚厚的棉袄, 也挡不住荷花的清香, 也为青莲是她的心上人, 好运飞一声畏惧, 她常常自言自语说, 古人常说心话怒放, 如今我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也为心脏是一朵活的莲花, 好运飞的身体永远不会衰老, 她活到一百多岁的时候, 遇见了吕洞斌, 吕洞斌带着她修道去了, 自此不知所终,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只在劝人向善明便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听民间故事, 看世间百态, 品百味人生, 感谢您能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很久以前, 出了一个姓松的能工巧匠, 人称松木匠, 他做的木匠活远近闻名, 看到的人没有不夸的, 这一天, 忽然来了一个牙医, 说是县令换他去县衙里, 做一顶官匠, 县令性高, 官匠破旧了, 想换新的, 得知松木匠手艺最好, 便传换他去做, 松木匠背着工具, 到了县衙, 一谈到工前, 高县令出的价比市场价低了三成, 松木匠说太低, 背着工具想走, 师爷凑近他耳边说, 县太爷高看你眼, 才会让你打造官教, 你这一走, 别想混生活了, 松木匠一愣, 觉得颜值有理, 马上换了一副笑脸, 答应下来, 自古以来, 民不跟官斗, 他只有忍下这口气, 转眼间, 官教做好了, 师爷来验收后, 结算了工钱, 临走时, 松木匠进到轿子里面, 拿着小锤子敲了一下, 为什么要敲这一下呢? 也为松木匠布满县令克扣工钱, 想捉弄他一下, 这些年, 他研究透了孙毛结构, 孙毛咬合后, 太松或者太紧, 都会不平衡, 家具会发出响声, 他在轿子的一边敲了一锤, 孙毛咬合太紧, 另一边比较松, 就会导致轿子行走时, 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要是县令找他的麻烦, 大不了在另一边敲一锤子, 就行了, 到时候胡乱找个理由, 搪塞一下就过去了, 反正县令也不懂木匠行当里的门道, 这一天, 县令启用心叫, 坐着轿子走在街上, 鸣罗开道, 突然, 脚底脱落, 掉出一封一封的银子, 人们本来躲在两边回避, 听见响声, 呼啦一下子围上来看热闹, 高县令恼羞成怒, 喝令牙役们驱赶老百姓, 收拾银子回县衙去了, 最近, 县衙里来了十万两银子, 是朝廷拨下的治理河道的砖款, 高县另昧下一万两, 他不敢明目张胆地把银子放在后衙, 用官教偷偷转移到私宅里, 这套私宅是他偷偷地治下的, 专门用来暗藏私吞的赃款, 每天转移一千两, 十天左右可以转移完毕, 因为旧官教狭小, 高县令借口破镜, 换了一顶宽大的新教, 万万没有想到, 新教子如此不经用, 让他出了大仇, 漏了些, 官教里藏银的事情, 一下子传开了, 满城尽知, 大家不免议论纷纷, 各种各样的猜测都有, 高县令非常恼火, 下令把松木匠抓到公堂上审讯, 松木匠做梦也没有想到, 县令会用官教庄银子, 教底的一边被敲了一锤子后, 虽然会发出响声, 但是不至于脱落, 如今重量增加了许多, 教底不平衡, 一上一下的颤动, 故此导致底板脱落, 如果重量不增加, 根本就不会出意外, 松木匠当然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的, 大呼冤枉, 可是, 高县令哪里相信, 他用旧官教藏过银子, 心里有谱, 一千两银子加上他的体重, 是压不垮教底的, 他下令大刑伺候, 松木匠熬不过大刑, 把他留了一手的事情招认了, 高县令大怒, 合适的, 你这人心的如此歹毒, 为了不让你以后继续害人, 本县废了你的双手, 他下令牙翼把松木匠的双手放在行凳上, 用木棍敲打, 一直到把所有的指关节敲断为止, 然后把松木匠投入大牢, 高县令捏造了许多罪名, 申报上司, 只等上司批复后, 就把松木匠发配苍州, 松木匠在监狱里苦不堪言, 心生后悔, 本来只是捉弄一下县令, 想不到断送了自己,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这一天, 老子来到松木匠的面前, 满脸堆笑地说, 松木匠, 给你道歉了, 你初狱的日子不远了, 松木匠叹口气说, 爷, 你就别拿我开涮了, 我如今生不如死, 巴不得早日死去, 哪里还敢奢望初狱, 老子说, 我有这么无聊吗, 怎么会拿你开玩笑, 他告诉松木匠, 高县令被抓起来了, 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高县令竟然倒台了, 松木匠不是离初狱不远了吗, 原来, 高县令贪赃王法的传闻, 早就传到了总督的耳里, 总督派出两名幕僚悄悄调查, 苦于没有明确的证据, 那一天, 轿子里掉落银子的一幕, 正好被两人看见, 他们马上回到省城里向总督汇报, 总督大怒, 派出官员下来查查, 治理河道的专款还没有开始启用, 银梁短缺的真相暴露了出来, 高县令被捉拿起来, 隔职查办, 这样一来, 松木匠成了揭露高县令的功臣, 被无罪释放, 奖赏了五百两银子, 松木匠出狱后, 再也干不成木匠活了, 于是收了几个徒弟, 带着徒弟们干活, 他只动嘴不动手, 现场指导一下, 至于那种锤子敲打损帽结构的绝活, 他决定烂在肚子里, 不打算传授给徒弟们了,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便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听民间故事, 看世间百态, 品百味人生, 感谢您能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话说明朝时期, 有个叫做和炯青的平阴人, 高中近视, 被分配到秦中一代人县令, 但是他这人虽然贵为地方父母官, 却比较傲慢, 脾气也不好, 有一次, 有个卖油的年轻人, 挑着担子上街卖油, 一个无赖买了又不给钱, 反倒说已经给过了, 无赖卖油的年轻人敲诈, 恶人先告状, 把他拉到县衙里击鼓海渊, 双方各执一子, 难分真假, 县令和炯青认为, 一户有钱, 数目很小, 让双方各自回去算了, 告诫卖油的年轻人, 以后小心一点就是了, 不要无理取闹, 卖油的年轻人很是气愤, 明明自己没有收到钱, 怎么反倒成了无理取闹, 他嘀咕了一声, 真是糊涂官, 这还了得, 何炯青马上下令重打二十大板, 衙医们为了替县太爷出气, 下手中了一些, 想不到当堂把卖油的年轻人打死了, 何炯青给卖油的年轻人, 定了一个藐视公堂忤逆县令的罪名, 让人喊来家属, 把尸体拖回去自行掩埋, 家属明知年轻人死的冤居, 怎敢和官斗, 只得忍气吞声, 后来, 何炯青仕途一帆风顺, 调到京城历部任职, 渐渐地富裕起来, 就建造了一座高楼, 到了上梁那一天, 何炯青大摆宴席, 亲朋好友前来庆贺, 好不热闹, 大家正在喝酒的时候, 何炯青忽然看见卖油的年轻人走了进来, 静止走进内室, 那室岂是外人能轻易地进去的, 而且, 那个卖油的年轻人不是早几年已经死在公堂上了吗? 何炯青惊一不定, 也不知道是不是演话, 他正打算进内室里看个究竟, 忽然一个仆妇走出来, 满脸笑容地喊道, 老爷, 大喜啊, 姨奶奶生了个少爷, 何炯青猛地停下脚步, 心内恍然, 是卖油的年轻人投生到他家了, 何炯青的正妻生了两个女儿, 没有儿子, 所以他采纳了一个小妾, 小妾的临盆期就是这几天, 想不到在新楼上梁的这一天生产了, 亲朋好友都举杯祝贺, 恭喜何炯青双血临门, 后继有人了, 何炯青却高兴不起来, 闷闷不乐地说道, 哎, 楼房还没有建好, 拆楼的人先来了, 众人哈哈大笑, 都说何炯青真会开玩笑, 却哪里知道他和卖油的年轻人之间的恩怨, 何炯青还抱着一丝希望, 想通过后天的教育, 逆天改命, 可是, 等到他尝试过后, 不得不放弃了, 他的儿子从小不爱读书, 养成了顽固子弟的作风, 整天在勾兰瓦斯里私混, 说教和殴打, 都改变不了他的本性, 何炯青失望之余, 心灰意冷, 只得听之认之, 何炯青死后, 他的儿子吃喝嫖赌无所不作, 经过几年折腾, 果然把家产败光了, 沦落到靠给别人打砸为生, 而且他还有一个怪癖, 那就是爱吃香油, 每当手里有了几文钱, 他必然会先拿去买香油吃,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便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